贝利这边大战已经开始了 当知道面前这些人类都是感染者的走狗后 所有的人类联军都对他们没有了任何的怜悯 就如泰勒所说 他们的目标也许是将这些走狗杀的一只都不少 而在泰勒这边 罗比指着小感染者告诉泰勒 看看这个 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希望不是吗 我们有可能在这场人类与感染者之间的战争中都存活下来 这时候 感染者养女委屈地告诉泰勒和穆斯塔 自己害怕 泰勒连忙请求罗比不要伤害自己的养女 请把她还给自己 而罗比也没有任何要威胁的意思 松手便将小感染者放了出来 刚刚脱困的小感染者 盘扇着想要跑向自己的母亲 然而泰勒却矛盾地拒绝了她 泰勒哭泣着让自己的女儿停下来 他知道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 自己是没有办法拥抱养女的 他向小感染者不停地道歉 他很关心自己的养女 但真的他没有办法这样去接近自己的养女 这个畸形的家庭 明明刚才还那么关心自己的养女 此时却又拒绝着孩子奔向自己 泰勒愤怒地重骂着罗比 但罗比并没有生气 他询问泰勒 想不想多了解一些自己的事情 毕竟大家曾经可都是朋友 说不定这可以让泰勒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罗比又从背包里 掏出一个带着天线的盒子 而那个盒子里的声音 正是贝利君那边传来的前线信息 对方兴奋地高喊着 那些感染者的走狗们 准备被人类碾压着飞速消失吧 罗比听了一下告诉泰勒 看来这一次学习的时间比较紧凑 接着罗比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他一出生就在绿枪威那里 也就是格里塔 在那里他受到了训练 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脾气与性格 而在那里他还有一个学弟 最后他们一起通过了测验 而相应的为了任务 他们也经历了全身的烙印 之后他按照电话不杀手的指令开始行动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和人类生活在一起了 而是其中还包括了泰勒的父亲 就这样他们一起建立了泰勒他们的据点 而另外的一个感染者选择去了另一个据点 那个据点泰勒应该知道 是当初和他们据点一起受到攻击的那个 罗比这时又提起了害羞鬼 他说害羞鬼总是在发号失灵 但他的感染者兄弟也可以管到害羞鬼 就这样他们一直蛰伏着 为了等待第一次反攻 他们将近蛰伏了35年 就在罗比说话间 他手中的便携无线电 也不断传递着贝利军前线的信息 从言语中可以感受到 前线的战争打得十分惨烈 罗比没有管无线电信号说的东西 继续讲着自己的故事 百年后计划的顺利执行 让所有感染者都欣喜若狂 泰勒他们据点的沦陷 以及另外一个据点的消失 让这些潜伏的感染者都变成了英雄 而那些人类居民与首领 也都成为了感染者们的消遣 但这样又能持续多久呢 罗比询问泰勒 征服的下一步 又该干什么 泰勒想起自己看过电话不杀手的笔记 他好像并没有对征服以后 做什么特别的计划 而是给了一些方向 更多的要看感染者自己的选择 嘴上说着 泰勒悄凑到穆斯塔跟前 试图去给他的伤口秩序 罗比则摆弄着无线电 继续告诉泰勒 不同的高智商感染者 都去选择了不同的任务方向 瞌睡虫去了西边 快乐鬼去了怀俄明州 还有一些感染者 虽然做了一些拖后腿的行为 但无论如何 这些人都是按照电话不杀手的方向去做的 可是 害羞鬼和鼻涕虫呢 他们对于电话不杀手来说 是特别的 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 临终前 电话不杀手召见了他们 但在电话不杀手离世后 所有东西都开始发生了变化 没有人能够做到统一发号失灵 一个时代就那样结束了 而此时 罗比手中的无线电 继续从前线传来捷报 他们好像已经消灭了那群山林游侠 罗比拿着枪 挠了挠后脑梢 并没有对无线电中传来的信息 做出任何反应 他继续告斯泰勒 计划原本是按照原定方向 埋头苦干下去 然后等待最后的信号或者征兆 鼻涕虫对这些也没有什么意见 但随着年纪的增长 鼻涕虫的脑子也就开始不怎么灵光了 慢慢的 他只想要不断地将人类变化成感染者 不断地将人类转变童话 他想创造一个全是感染者的世界 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下去会怎样 也没有像害羞鬼那样去做一些改变 特勒听吧 询问罗比电话不杀手 他最终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罗比打着哈哈告诉泰勒 除非有征兆 不然自己也不知道 不过泰勒想不想听一下 害羞鬼对于这一切的猜测 接着罗比告诉泰勒 那就是融合 说完 罗比蹲下身 询问泰勒羊女的名字 但泰勒与穆斯塔他们此时 还没有给羊女起名字 罗比略有嘲讽地说道 现在都没有给他起一个名字吗 人类 而在这时 无线电里继续传来 比利军前线的消息 他们应该已经清除了 所有外层的部落游侠 扫荡一下战场后 准备下一轮攻破酒店 罗比听吧 表示 现在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而就在这时 一直没有说过话的穆斯塔 挣扎着将手 伸向了自己的殃女 他感觉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 他想抱抱自己的孩子 没有任何冰冷的防护 而是像真正的家人一样 去拥抱自己的孩子 泰勒伤心地询问 穆斯塔现在的状况 穆斯塔回答 他感觉自己赢快不行了 说着便抱起了自己的养女 一次就好 他能拥抱一次 自己最亲爱的孩子 就已经死而无憾了 穆斯塔流着泪 然后小声告诉养女 就是现在该退后了 说话间 穆斯塔突然抱起 他已经因为近距离 接触了自己的养女 而感染转变 疯狂的虐杀欲望 此时完全压制了自然人体 对于失血过多的无力虚弱 以及对于疼痛的天然退让 不过 因为提前有了穆斯塔的提醒 感染者养女早早的便跑开了 已经被感染的穆斯塔 大笑着抽出 插在腹中的刀 眨眼的瞬间 便将这把刀插进了罗比的脖子 不过 罗比也在最后一刻 冲着穆斯塔的头部 抠下了扳机 这一次 穆斯塔彻底失去了 不过在死亡的最后一刻 他也履行了一个男人 对于家庭的责任 小感染者亲眼看着 自己的父亲死去 冲上前狠狠地 撕咬着罗比的手腕 而这一咬 卸去了罗比 对于泰勒最后的威胁 泰勒看着面前的一切 无力地参作在地 他甚至都不能像 自己的养女一样 拥抱那个自己最爱的男人 而懵懂的小感染者 不停地呼唤着自己的父亲 仿佛布斯塔 只是像平常一样睡着了 自己多叫几声 也许这个男人就会醒来 幼小的感染者 还没有真正地意识到 什么是死亡 脖子被捅穿的罗比 愤怒地咒骂着现在的情况 然后他静下心来对泰勒说 他需要泰勒的帮助 现在时间 有些太紧迫了 还记得当初泰勒据典被攻破的时候 害羞鬼就认为 鼻涕虫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家伙 所以他们镇压了鼻涕虫 罗比接着表示 自己听说泰勒曾经杀死过 一些服从与感染者的怪异人类 不过那些人都是一些男性 相比女性 男性更不容易受到管理 不过无所谓了 总之之后害羞鬼带领着罗比他们 还有那个被贝利杀死的女感染者 都向着另一个方向行进着 他们让据典每年交付 十个正常人类作为贡品 以此希望可以达到感染者 与人类之间的共存 这也就是害羞鬼 所猜想的融合计划 然后他们也会将一些人类 送到格雷塔那里 以此来看住鼻涕虫他们 不让他们作妖 泰勒回想着过去 那些人看上去好像不是 罗比打断了泰勒 然后继续告诉他 如果自己没有猜错的话 他们应该很巧地抓住了 一个高智上感染者 然后那个高智上感染者 又凑巧地向泰勒暴露了一些 没有感染的正常人类 臣服于感染者的消息 而这些都是鼻涕虫想要的 那些送过去的人类 其实作用是 看守这些疯狂的感染者 这样那个疯婆子 就做不到去感染更多的人了 接着 罗比继续告诉泰勒 在格雷塔的Insta 曾经警告过自己这件事 他们就用手里的 这种无线电干扰器进行联络 同时 也是用这个来窃听 人类这边的无线电 泰勒想起之前 自己据点联络时 经常传来的怪异喀踏声 罗比告诉他 没错 那是一种摩斯密码 这时候 罗比已经连睁开眼睛的力气 都没有了 他打起精神 强称着告诉泰勒 自己在之前 一直在找他 现在 外面的那些人类 一定会相信泰勒的 泰勒一定要将这些 告诉那些人类 罗比告诉泰勒 无论如何 这件事也要去尝试 他们也许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真的 所有人类都被感染的话 人类这个群体 就不可能长久地延续下去了 毕竟 罗比他们想要的是共存 说完 罗比再也没有了声响 泰勒愣了一会儿后 便拿起了罗比之前的无线电 里边的人 依然兴奋地炫耀着 这次的战果 这一次的战斗 真的太简单了 一场无与伦比的胜利 可以说 人类据点这边 几乎达到了零伤亡 这次的对手 真的太拉了 而现在 他们要开始找 那个隐蔽的地点 泰勒真的好想让这群 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人闭嘴 不要再透露 自己的计划 而他的养女 依然静静地坐在 早已死去的穆斯塔身边 另一边 正在联络室的法拉 听到无线电中 传来了另外的一些信号 一个女人 大声让这群弱智闭嘴 然后 那个人在无线电里告知 自己是泰勒 大家都要相信他 这时候 卡特林据点的联络室 也收到了泰勒的无线电 泰勒继续在无线电里说着 所有的人都被骗了 请大家相信他 那些山林游侠 并不是感染者的死士 他们也没有去保护 掩体里的那些感染者 实际上 那群山林游侠 反而在看守那群感染者 现在那个电话 不杀手的传承者 应该就在那里 他已经知道了 贝利他们的征讨行动了 贝利挥手告诉 脏辫女中尉 赶紧让这个人闭嘴 这个疯婆子 估计已经吓傻了吧 或者也许是叛徒 假装想让他们 停止进攻的步伐罢了 这时候 泰勒这边的无线电 传来脏辫女的声音 他告诉泰勒 现在一切正常 并提醒泰勒 贝利警告他 现在不要再说 这种败坏士气的话了 不然他就不客气了 泰勒愣了一下 直到已经没有办法 再跟他们沟通了 于是他在无线电里 大声呼唤着迈克的名字 他告诉迈克 自己向他撒了谎 这时候 贝利想让脏辫女 关闭无线电 却被迈克阻止了 于是泰勒继续在无线电里 告知着迈克真相 热气球老人 他不是自愿的 他牺牲了自己 让迈克与卡特林逃离 最后贝利抓住了他 然后利用他作为诱饵 但在那之后 莫菲斯堡据点 就一直拿着热气球老人 英勇就义的谎言 去欺骗迈克 以此来让两个据点之间 进行友好交往 但泰勒也希望 知道真相的迈克 不要太冲动 但事实真的就是 他的父亲 没有选择自己的命运 是别人 主宰了他生死的命运 得知真相的迈克 看着自己的杀父仇人 还在试图让手下去 关掉无线电 他押抑住想要跟对方 火拼的愤怒 狠狠地将贝利揣下了马 然后转身告诉自己 巨岩的军队 接下来的一切 他们都不掺和了 现在 大家全部回家吧 当面女中卫 看着迈克军远去的背影 询问贝利 自己人是否 需要接着进攻呢 贝利表示 那是当然 而在另一边 泰勒已经进到了 自己所能做的所有努力 他缓缓穿上防护服 而他的感染者羊女 告诉泰勒 有一件事 他有些忍不住了 泰勒不知道 自己羊女指的是什么 而这时 小感染者转过身 他大哭着告诉泰勒 自己真的很思念父亲 经过了五年 这个孩子终于做出了 人类真正该有的表现 泰勒连忙安慰他没事的 会好起来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此时 贝利军也进入了建筑 准备好进一步攻击 同一时间 泰勒想带着自己的羊女离开 小感染者却在离开时 告诉泰勒 稍微等一下 自己的母亲 是不是忘记了自己的日记啊 贝利这里 他们已经攻破了酒店末日前 用来防止荷豹的地下掩体 贝利等人小心地靠近大门 不知为何 大门刚刚开启 就从里面涌出阵阵迷雾 黄发男孩突然想起 自己和泰勒刚到麦克据点的时候 那些感染者偷袭据点前 据点周围好像也出现了这样的雾气 等他们深入掩体后 一个巨大的怪异机器 出现在了贝利等人面前 黄发男孩疑惑地读着机器上的文字 造物机五千 还未等他研究出这到底是什么机器后 就发现造物机的上面 正悬挂着十几个感染者影 还未等贝利等人有所反应 一暗处便有一只手启动了机器 随着一阵令人作呕的碾压声 充满恶臭的血雾 瞬间弥漫了半个酒店 而在莫非斯堡据点 原本停止的无线电 突然传来了信号 里面的人像疯了一样 大声叫骂着极为无愧的言语 法拉交集地在无线电中寻找着泰勒 他祈求泰勒可以告诉他 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已经心灰意冷的泰勒 早已放弃了与法拉他们交流 愿和平与你同在 怎么可能 现在泰勒只想带着自己的养女 离开这一切 而他的感染者养女 也学着母亲的样子 在泰勒肩头写起了日记 他写着 2114年7月21日 自己在这一天第一次哭了出来 而这一天 他的母亲也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听说别人总叫自己的母亲 为泰勒未来 而自己的名字叫做现在 他很喜欢这个名字 看到养女已经学会了写日记 泰勒想起 自己曾在一个地方 找到过一本幸存者的日记 那里好像记载着一个爱情故事吧 虽然挺凄惨的 但是又很感人 不过 现实不就是这样吗 等有空了 就将这本日记 讲给自己的养女听吧 至于人类和感染者的战争 也许真的就是 永久不休 我可爱的孩子 还记得之前 我跟你说过的那本日记吗 它有着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妈妈有时候离开你 也经常会这样去思念你 愿你于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